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時候總媒體黃昭松只跟我說 去中東 我想說奇怪 中東已經有五個記者在那邊 有人在約旦 有人在沙烏地阿拉伯 有人在西普魯斯 我想中東要我去哪裡 我想說 就憑自己的新聞判斷 會被伊拉克的海山總統攻擊的對象 應該就是以色列 所以我就自己選擇到以色列去 沒有人告訴我要去哪裡 當時我們跟以色列沒有幫交 也沒有辦事處 所以我就先飛新加坡的以色列大使館去辦簽證 我知道新加坡有飛開羅的班機 訂了新航 所以聯合國制裁案一通過 我就出發了 飛到新加坡住了一個晚上辦簽證 然後訂了第二天的飛機 飛開羅 所以我們在飛開羅的時候 伊拉克的飛彈已經開始打了 飛貓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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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新航就不敢飛了 就在到雅典 在到雅典就停下來 雅典在地中海的北邊嘛 過了地中海才是中東嘛 在雅典的機場待了12個小時 也不知道能不能到開羅 後來來了一架艾航 艾吉航空 他專程從開羅來接我們 然後把我們在雅典的外國記者 客人全部帶回開羅 我第一次坐飛機 飛機降落的時候 整個飛機全部鼓掌 熱烈鼓掌 我們平安了 我們平安了 另外一次是去北韓的時候 1991年 我就被北韓政府邀請 6月5號到12號 北韓機場 北韓那個 那時候叫曹仙昂航空 從北京飛平壤 那是一件草包 那個飛機一起飛的時候 也是全飛機鼓掌 我們起飛成功 然後就開始放進行曲 Anyway 草包 土包子 好像沒有飛過飛機還是怎麼樣 兩次 第一次下降的時候 哀航 另外一次起飛的時候 草先鳴航 草先鳴航 這兩次都在91年 91年1月到4月 我在 我以色列作為中心 因為我們當時跟埃及是 15塊 落地簽證 15塊美金 所以我就有埃及民以色為中心 然後巡迴周邊的國家採訪 很好笑 就是說 我感覺 我感覺 我的防毒面具 當時後來發現 不行 86年我就在韓國買了 買的是美軍的 如果你們到那個展覽去看的話 後面有一個 防毒面具的 專門一個櫃子裝著 我的防毒面具是一個美軍 的一個上位 他大概要調回美國 大概他覺得用不到 所以他賣到黑市去 那我到中路五街的那個黑市去買 那86年87年在韓國用 91年在波士灣戰爭又用 然後我1988年回來 我想大概回到台灣應該用不到 但1988年520農民運動 農民運動 自衛到火車站 通宵嘛 真的打了吹吹噹 所以在韓國用 然後520農民運動用 波士灣戰爭也用 後來人家就嘲笑我說 豬哥啊 是沒有催淚瓦斯 就活不下去的人 跟一般我們現在用的那個 防毒面具不太一樣 現在防毒面具像 那豬鼻子一樣 那個綠罐 是在前面 那因為是美軍用的 美軍現在也不用那一種了 就長得跟人家不一樣 防毒面具 所以 在防毒面具採訪的那個經驗 真的是 我的感覺 是不是韓國的 街頭抗爭的採訪 比波士灣戰爭危險 所以 波士 為什麼 波士 其實那個 他們要我們到 以色列去的記者 飛彈很多啊 但是你不是在戰場的第一線 那韓國是 兩 對抗 攻防兩 兩兆 在 他們前面 你隨時可能都會被 被攻擊到 但是在中東 波士灣戰爭 我們是 只是躲 躲那個飛彈的攻擊 例如說 警報一響起來 你就要馬上躲到那個 特色的一間 整個密閉的 他四周都用那個膠帶封起來 真空的一個 避難室 例如說 我們住的是西友頓飯店 他打六樓 設為那個 避難室 他每個人要把帶著防毒面具 在避難室裡面 等到那個 空襲警報 解除警報 才能夠出來 那有一次是真的感覺到 好像真的要死掉 那個 那個 飛毛腿 飛彈 打到距離 那個 特勞維夫 的西友頓飯店 100公尺前面 四聲巨響 哇 那一次是真的感覺說 這次大概再見 大概再見 要告別 告別父母 告別太太 六樓 為什麼避難室設在高樓上 不是設在 一般我們以為是地下室 穿那一棟旅館有22層樓 那上面都是客房 那我不曉得為什麼設在六樓 那整個六樓的每個房間 都是 那個 住的 也許那間 那裡那個地方算是一個 宴會廳 或是怎麼樣 有可能 那 玻璃窗都封死人 那一次真的感覺到 哇 已經打到旅館門口 大概這個旅館 那就是四聲巨響 那個跟 我想大概 四五級地震 那種感覺 我想這個大樓 大概一定會垮 開始想說 這輩子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做 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 對不起父母親 如果死掉 對不起老婆 我就開始 回顧 那那種感覺真的是 心情是錯綜複雜 結果到最後解除警報了 這個整棟樓沒有垮 還活回來了 從準備 就義 然後到活回來 那種心情 不過當時也另外想到說 萬一死的話 整棟旅館有四百多個外國記者 大家全部一起死 那也是國際大新聞 對不對 不差你一個嘛 四百多個死都發不了新聞 沒有人從這邊 從以色列把新聞稿發出去 這也是個笑話 國際新聞 反正那一次之外 那通常就是躲警報 躲飛彈的攻擊 然後一解除警報之後 以色列的軍方軍事發言 就會馬上開記者會 說剛剛那個飛毛腿 北飛彈的落點 在哪一個城市 多少人受傷 多少人死亡 好 那我們頂多第二天 包車到那個 被轟炸的地方 廢墟去看 事後 所以那個不算是第一線的戰場 沒有到那麼危險 只是躲飛彈的攻擊而已 好 因為飛彈不會那麼準 就打到我 對不對 打到我一個人 所以 他們講韓國是比較危險 謝謝 謝謝 發脾氣 我都不算是 可以 可以 給我 看看 可以 我們 過 的